苦空无常是真谛 菩萨总是给我们很多机会 让我们来改掉自身的毛病 一个人的脾气越倦 说明红尘的根性越重 因为脾气代表着你的某一种思维 思维想不通就会有脾气 思维想得通 整天笑嘻嘻 脾气是因为你心中有是非 经常有对错会产生我直 从而产生我慢 我永远是对的 你就会生气 就会放不下 看破放下是智慧 纠结执着没富贵 禅至无碍亦解脱 放下执着去脱波 学佛要将凡心入佛心 认识世界上一切苦空无常 能够想到这个世界还很苦 能够感受这个世界最后是空的 能够理解这个世界一切都是会变的 是无常的 你就拥有了佛法的真谛 苦空无常 是心做佛 是心是佛 佛就是心 心就是佛 当一个人内心有道德 有品德 有品德 有菩萨 有慈悲 你就是人间菩萨 无忧无虑 多开心 何处没有 佛有情 慈悲洗舌 忘思情 擦亮佛心 见本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